遍秘多年的孙女士 没想到肚子里竟然长了一个十斤重的皮球 据媒体9月28号报道 哈尔滨的孙女士15年来被严重的遍秘困扰 每天都靠最强劲的泄药勉强排便 但近半年就算只吃四个饺子 腹部也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她也曾到医院进行灌肠治疗 但病情并没有明显缓解 随后孙女士到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 被诊断为成人聚结肠和病不完全肠梗阻 其中病变的肠子已经肿胀到占了肚子的一大半 肺 肝脏 胰腺等器官已经被严重挤压 因为需要立即手术 最终通过手术 从孙女士的肚子里拿出重约十斤的球 对此医生解释 医学界一般认为聚结肠是先天性疾病 多鉴于儿童成人患病如此严重的实属罕见 据媒体报道 聚结肠症是由于长期便秘称坏结肠导致肿胀 一般临床表现为便秘以及负胀痛 研究资料中显示 引起聚结肠的病因可能是某种寄生虫药物 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环境 饮食 精神等因素 医生还提醒 如果长期有便秘困扰的人要引起重视 卸药 灌肠只是全移之策 应该尽早到正规的大型医院进行最终的确诊和治疗 新阶暴动新闻综合整理发道